在亞洲的部分呢 美國很想要拉著什麼 三海圍堵中國大陸 從東海 南海 台海等等 但是呢亮哥你怎麼看呢 菲律賓現在有一些新的消息 譬如說呢 小馬可是說夏令啊 飛國的武裝部隊 就說什麼要降低南海緊張啦 然後呢要怎麼樣呢 要撤出呢 美國在菲律賓部署的 提風中程導彈啦 可能9月要撤出啦等等的 但是呢 菲律賓這不在幹嘛的 又說什麼軍方就 6月17號海上衝突 向中國大陸索賠100萬美元 另外呢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呢 其實也有呢 外交部的副外長進行的會談 談到說要管控分歧啦 那有一些同意啦 進行對話等等的 那另外來看到是說什麼 在最近呢 在南海也被傳出來說 中美進行的電子戰嗎 環南培養軍運的時候 美國P-8A來了 然後呢 在南海投下潛艇探測器 被中國大陸給打撈起來 然後美軍派出RC-135的電針機 然後呢 還有咆哮者電針機 大陸這邊派出了運酒 就是說呢 導致呢 這個菲律賓的軍民說那邊 什麼呂宋島一片混亂 因為GPS還失靈了 這個是應該是真的啦 我覺得中國大陸最近在菲律賓 做了幾個動作 然後讓美國最後決定把那個敵風系統給撤走 對 第一個就是那個對突擊隊繳械那一次 617 就是617 7艘軍艦 然後讓海警船去繳械那個突擊隊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電站 電站 這個大概持續了12個小時 那中國大陸有用一種 這個運酒啊 就是說運酒 沒有沒有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還有其他的黑科技 他用三個三個 兩個是在天上飛的一個是海上的 那聽說造成他電信全部停止 對很厲害 電信全部停止 那就是呂宋島 是啊 呂宋島就是低風系統的位置嘛 他的意思就是 我到時候讓你GPS不能作用 那你還給我發射什麼導彈 你要怎麼打 瞎眼啊 我覺得他大概是展現 這個技術 就是我可以有電子干擾 對 他另外那個設備就是做電子干擾 那我覺得 坦白講我也還另外懷疑 他有海外的部署 雖然毛鄰否認 因為美國的記者就特別問這個問題 說你們在古巴搞了四個通訊戰 那美國 因為CSIS才剛公開他的衛星照片 那大陸是完全否認 可是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就是你要搞我我也可以搞你 對啊 事實上古巴那個武裝部隊的那個 事實上也訪問了 那個朱衛東嘛是不是 對 何衛東 何衛東 何衛東說錯了 那 俄羅斯那個時候不是也講話 那個時候亮哥就提醒了 你來給我搞這些有的沒有 中俄也可以呢 來搞古巴嘛 是啊來搞古巴嘛 那個時候後來不是那個俄羅斯的核動力前行 就開過去了 就開過去了 所以我認為美國是綜合了這些因素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點 我猜董軍可能在香格里拉 直接對奧斯汀說你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讓那個軍事溝通管道 可以隨時再斷 當然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綜合這些因素 因為據我瞭解 那個戰斧中層導彈一直沒有真正運進來 他事實上是低風系統運進來 然後那個反艦那個有進來 那可是中層的那個 一千多公里等於進來 戰斧一直沒有進來 所以最後他就撤了 其實這個動作有指標性 這個指標性就意味著 美國要在中國周邊裝中層導彈 遇到挫折 那這個會變成一個個案 是的 就是說未來如果美國還要想進來 那中國會用類似的模式處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美國也開始落實那個沖繩撤軍 對啊 要撤到關島 他要從一萬九降到一萬左右 要撤兩次 一個是四千到關島 五千要去夏威夷 其實這也隱含著 未來第一島鏈如果發生戰爭 那美國不會是第一時間的部隊了 對啊 因為他兵都撤了 沒有啦 還有一萬 對 他可能要用的是那種 無人嗎 不是嗎 什麼不 原真全進戰隊機 兵海作戰團 就是兵海作戰團 兵海作戰團 本來就不是第一時間的部隊 就不是 那是第二級的 對 是第二級的 他可能 所以隱含著日本 台灣跟菲律賓你們就 自求多福啊 那個 這個第一時間 第一線的作戰你們 要自己克服 要撐住啦 所以 其實這個這兩個 這兩個才是真正的事件 就是說撤 中城的低風系統 然後從沖繩要開始撤軍 中城 從沖繩的撤軍是12月 那低風是9月 都是在今年喔 所以我覺得 然後你再去看中國大陸嘛 就是包括福建艦的海勢加快 對 那這個就意味著 因為中國大陸本來就要 把福建艦當做一個樣本嘛 然後接下來要複製嘛 對 你如果再這樣算 搞不好到了2027 2028 中國大陸會另外再造出兩艘航母 這個速度是可以的 合理嘛 這個合理推估嘛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整個美國跟 中國的第一島鏈的亞太布局 正在囂張 中國大陸衝返了海巡大國 你羅斯福號來嘛 那又怎麼樣呢 山東艦跟你距離 450公里 都在對方可以打擊的範圍內 那你呢 你來啊 其實是為了接替艾森好好來的啦 那山東艦航母呢 我們知道不只是山東艦 075 055 052D 054A 排水量超過16萬對 還有呢 潛艇也一定有的啦 那雙邊呢 排兵部證我們看到 山東艦航母垂發412個 412個 羅斯福號192個垂發 就是他的編隊加起來 那你儘管呢 艦載機超過70架 山東艦 36架殲15 但是還有075啊 上面也是有一些 艦載機等等的 那075很強大 超過了4萬對 所以呢你來中國大陸也是會跟你怎麼樣 有叫板的空間 先談一下您剛剛提到的南海的問題 因為 艾森豪號後來就 不知忙了 他已經撐不住了 為什麼 因為您剛剛提到了垂發的問題 他打了400多枚 短短的那一段時間 您剛剛談到的 他事實上他就有100多枚 他等於是打了兩輪了 所以他的航母的這個甲板上 就是說他的那個垂發的這些發射台啊 其實都已經是燒焦了 焦黑了 那在那邊執行任務的時間過長了 軍紀開始越來越難維持 所以後來本來 Austin是宣布要再延長任務一個月 後來看起來是 夜門的輔賽組織 也看到他們的漏洞了 所以就用最便宜的東西 用最便宜的導彈像無人機啦 還有一些這個 他自己稱之為超高音速啦 但是應該是沒有到超高 是5馬赫以上的 甚至到10馬赫的沒有 應該沒有 那去打這個航母 結果讓這個航母的 本身的垂發的這種防空系統 那麼攔截的太頻繁了 所以耗損量就是短短的 一個多禮拜 兩個禮拜 燒掉10億美元左右 這個對美軍來講 真的是撐不住了 所以後來這個 Austin就做了一個改變他的命令 其實這個在軍隊來講 是不太應該的 就是說你已經下令了 在延長任務一個月 結果你突然間改變命令 說撤回 撤回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原本已經計畫 是在美國航母保護下 要經過這個鴻海的商船 就有兩艘被打到了 一艘就在日本 印度洋這個地方就被打了 一個就在鴻海就被打了 那這兩艘貨輪都被打到 所以你想那個貨輪的 這個運載商真的是冤枉啊 就白白的就這樣損失了 那這個不知道又要賠多少錢 而且呢船又要開回去 再去進行維修 那你這個貨運的 承籃都 未來的這個賠償都很麻煩 好那艾森號走了 走了以後就變成空窗了 空窗以後我們看到這個 福塞組織打的就更猛烈了 那這段時間 美國英國跟以色列的船 就不太敢走 其他國家是可以走 但是後來據說 應該是過了兩三天 又有兩艘船又被打了 那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說怎麼辦呢 那就只好把在這個南太平洋 還有在這個日本海 還有南海唯一的一個 航母戰鬥群 那就是這個羅斯福號的 航母戰鬥群 這個羅斯福號的航母戰鬥群 本來在日本海 跟韓國 日本做這個軍演四天 就任務一結束以後 就把這個船就調到這個洪海去 所以他是路過南海 路過 不是給菲律賓底氣的 不是啦 不是給菲律賓底氣啦 是路過 那山東號是特別到南海去 而且是直接開到 這個距離菲律賓的經濟海域200海里 那也就是在於山東艦的 這個艦載機的攻擊的半徑 因為艦載機的攻擊半徑 大概在650公里左右 所以等於是覆蓋了 整個北部的旅宋島 那他就跟這個羅斯福號航母 就有一個相互擺拍 但是這個山東艦對菲律賓就構成 位置作用 那我想這個航母的這個部分裡面 就是告訴美國人說 中國在南海這個航母 具有絕對的優勢 為什麼 您剛剛講的除了垂發以外 中國在南海的島礁本身 有好幾個是可以做戰鬥機 跟戰略轟炸機起降的一個機場 三個不成航母了 對 所以有三個不成航母 再搭配可以移動性的航母 所以美國的航母在南海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優勢 那美國也很清楚知道 如果跟中國在南海打海戰 美國沒有勝算的可能性 這個是難得不斷的在做兵推 各種方式的兵推中 他演算出來的結果是 美國在南海基本上來講 快折一個禮拜 多 頂多兩個禮拜 美國的海軍會全軍覆沒 會被中國大陸整個摧毀 所以我想這個戰略態勢 擺得很明白 那現在為什麼菲律賓也會慫 美國也會認慫呢 我覺得這個跟中國大陸 在這段時間搞一個 戰略上藐視 跟戰術上重視有關係 中國大陸在這段時間 他的戰略上一直是藐視美國的 藐視美國 所以是隨時可以跟美國打 也就是說整個戰略態勢 從習近平上來了以後 其實中國的戰略態勢 就是一直是藐視美國 也就是說該打就打 沒有什麼好怕的 但是在戰術上確實是重視 所以戰術上重視的時候 你看在這一次南海 尤其在執法的過程中 中國大陸採用的是海軍跟海警 的聯合行動中 是取得絕對的優勢地位 絕對的優勢就是兵力 警力的絕對優勢 碾壓你這叫做戰術重視 這個跟紅軍過去 在跟國民黨的軍隊打仗的時候 常常展現出來的就是說 整個戰略上你的總兵力 跟整個綜合力量比我強 可是我可以在局部上 形成絕對的優勢 這個就是在戰術上 絕對不能夠去輕視敵人 要重視敵人 所以我個人覺得 在這樣一個展示中 其實就告訴美國人說 你在南海你絕對沒有任何優勢 因為在南海打的是一個 戰術的戰爭嘛 那你絕對沒有優勢 主要軍絕對有擁有 絕對的優勢可以碾壓你 我覺得這個讓美國跟菲律賓 也都清楚了 如果你的中程導彈不撤的話 你如果美國硬強壓的 要在南海那個搗亂 中國大陸絕對就是用軍力 跟你對抗 我覺得中程導彈是 中國大陸絕對不能容忍的東西 原因就是因為 中程導彈可以裝核彈頭 而這個核彈頭對大陸 尤其對深圳 廣東這些地方 具有破壞性 殺傷性 所以我個人認為 剛剛講的也沒錯 就是大陸事實上 有在很多的地方上 給美國提出直接的警告 說中國不會做事不管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